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老军医的爆料造成了后面六年来 中共不得不面对整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在国际社会舆论当中的对它的质疑 正是那个爆料之后 中共才改变了松口在有关器官来源问题 人的尸体处理问题 它出现了一个一步一步往后退的改变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正像我在那期节目当中提到 这个礼拜一 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的星期一 拿出来的消息就是中国卫生部发言人说 国内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直接参与了地下器官移植的这种生意 违规的 所以他把那样描述的完全大规模的政府行为 中共共产党的行为 把普通的中国人进行被革命化的行为 以阶级敌人来对待 以重刑犯对待 把人当成工业资料 当成原料 当成获取他们利益 在江泽民的时代呢 军人有机会因为杀掉别人 而使得自己升为将军 更高的职位 那是来自于内部资料 很多朋友我相信听过之后心里很沉重 不能接受 我在今天在找这期节目 今天的节目的时候 我就查了一下官方资料 中共官方资料 那在这期节目 可能一期可能两期 我们跟大家分享 在2006年老军医拿出那样的消息之后 同样在2006年 加拿大的大卫马塔斯和大卫Q格 拿出有关活取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的报告 第一份报告之后 中共官方在一年之后 他在说什么 那我们首先呢 因为文章太长了 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中国器官移植网上 就是今天我找到的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卫生部沿线为外国人实施器官移植的背后 文章完成的时间2007年7月27号 这是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 是两个作者 一个姓姚 一个姓徐 他们写的 文章上来 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图 这是他以肾脏作为标记的一个题目 第一个图表呢 是指截止到2003年 全球器官移植的总数和中国器官移植的总数 我不知道是从哪年开始了 他讲说全球呢 是936万份 而到03年呢 说中国呢 有5.5万份 但他没说是从哪年到了2003年 然后他讲说目前中国人体器官的供求比是1比100 而活体捐献器官的比例在中国低于2% 在美国达到35% 自愿捐献在中国其实几乎是零的 那后面他就提到说 1993年到2002年 大概这是十年的期间 中国器官 肾脏器官移植增长 322% 年平均增长14% 而美国年平均增长呢 4% 而整个十年间呢 增长了141% 但是1993年到2002年 这是十年段的时间 大家注意到 哈根斯在大连建厂 是1999年8月份 如果我们武断的说 你把93年到2002年分成一年一年的查出这个资料 我相信绝大部分是集中在2000年之后 不信咱就来一把 而他下面提供了一个很准确的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 2001年全国进行器官移植是5561例 04年是6000例 而在1994年是2000例 这是国内拿出来资料 你现在只要查器官移植的话 你现在可以拿到这份资料 我拿到的 跟我相信跟大家拿到的是一样 这是我现在刚刚拿到的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引述了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 曾经严厉批评泥沙巨下的器官移植医疗机构 黄杰夫说 全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 1700多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太多了 相比之下 在美国能够进行肝脏移植手术的 只有100家 从事肾脏移植的不超过200家 在香港特区从事肝脏肾脏心脏移植手术的医院 仅各有一家 我问大家伙 为什么在中国有600多家 如果没有供体 怎么能出600多家 没有巨大的利益 怎么能出600多家 在这600多家 我们就仅按照 这个 这个 卫生部副部长的说法 1700多名医生 他们得挣多少钱 他们之间的生意 竞争极其激烈 才可能出现 大规模的 各自医院 为自己做广告的 这种场景 600多家 得有多大的人数 供应这六百多家 他们彼此的生意竞争呢 黄杰夫没敢说 卫生部发文 严格限制国内医院 为外国人实施器官移植手术 把责任推给了外国人 大家注意啊 把目标转移给外国人 可是在转移的过程当中呢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 文章引述了 一个来自阿曼的生意人 给自己27岁的孩子 进行器官移植 肝脏移植的一个具体的故事 他说他儿子直接来到了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这是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要买一个杆 而这个器官移植中心的背景 曾经就是屋顶的 而这个器官移植中心 在2006年之后生意巨匠 因为在有关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院器官这件事情 被曝光之后 天津第一医院 第一中心医院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就被大卫马塔斯和大卫Q格 进行重点调查的重心 不同的医生都承认 他们是从法轮功学院身上拿到的器官 你现在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 你现在要去查那样的资料 网上到处都是 当时的他们自己亲口说的录音都有 几个观点点 那阿曼这个有钱人 为什么带着孩子到这来买肝呢 他说是因为阿曼缺乏肝的供体和医疗条件 阿曼只有230万人的小国 因为宗教原因 所以找不到肝脏的供体 那这个人在带儿子来这个中国之前 来到这个天津这个器官移植中心之前 曾经查询过 在欧洲 在美国 他说要想得到一个肝的话 时间很长 在美国需要12个月 而需要换肾的人呢 在美国要等上三年半 这就是我提到说 必须得有匹配的人才行 没有匹配的话 我们做不了这个事 他明确讲说 因为我的孩子有这样的病 可能已经等不到那么长时间了 所以最后他接受朋友的建议 到中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在互联网的广告上承诺说 在中国肝脏移植等待时间为一个月 而且拥有充分的肝源供体 但他没说谁是肝源供体 刚才的图表当中描述的也很清楚 在中国没有人自愿捐献自己的器官 在自己因为意外或者自然死亡的时候 我的内脏捐出去 你写了 谁写了 谁也不愿意捐 对不对 那哪来的庞大的供体 人只有一个杆 那这个人是在国外的相关的机构 我们通过老军医的这个文章当中介绍 国外的很多代理机构 其实包括国外的领事馆 都曾经参与过类似的活动 这个人是向一家中介机构支付了8万美元之后 在2007年3月份来到了东方器官移植中心 他说但是很麻烦 四个月过去之后 我还没有得到肝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 它是2007年3月份 而被加拿大的两个大卫调查 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器官的事情 是06年发生的 而老军医第一个拿出来的这个证据呢 曝光出来的资料呢 是06年3月31号 而我们记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德国之声在昨天刚刚采访过 哈根斯的儿子时 他明确说 2006年到了下半年 北京政府下达命令 我们拿不到东西了 这就是那期节目当中 他接受德国之声刚刚采访时说的话 所有时间对在一起了 中共撒谎掩盖整体的 被加拿大的大卫马塔斯和大卫Q格调查出来的 活摘法轮功学器官的事实 被沈阳的老军医揭露出来 整体行为是国家行为 是军事系统行为 他对外掩盖 否认 对内加强管理 停止这样的做法 不能再公开做了 你大家再看看 07年之后 有关器官移植的这种广告大幅度下降 黄杰夫2007年7月27号之前 说的那一番话 这个报道是在之后27号拿出来的 而黄杰夫说这话 一定是在几个月之前说这话 这就看出来整体的状况 然后他紧接着讲说 这些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人 可能没有注意到 在2007年7月3号 卫生部发布了卫生部办公厅 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 有关问题的通知 所以我们把内容对在一起 站在今天2012年8月份的角度 再看的话 大家就看出前后时间的对应 事情的真实性 然后通篇的内容 他把责任转了 转到哪去了 他说为什么禁止外国人移植 是因为中国的太多的人需要器官了 所以我们要先爱国 先爱护我们中国人 而拒绝外国人 天下你说有这样邪恶的吗 因为把器官移植到外国人的时候 将会把中共试图掩盖 曾经做过的秘密 很容易被暴露出去 这是真实的原因 但他扭过脸来 他说爱中国人民 什么叫邪恶 文章介绍到这儿就过去了 那他就回复了昔日的器官移植的繁荣 在这篇文章里 那文章就讲说 所有外国人之所以选择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 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等待器官的时间 比其他国家都要短 器官移植手术在国际上 存在着这样一个趋势 患者会从器官等待长的国家 向器官等待时间短的国家流动 说这话的人叫做陈中华 他是中华医协会器官移植分会的副主任委员 是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所长 在有关大卫马塔斯和大卫Q格进行调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同济医院就是被重要调查的医院之一 上面有完整的资料 他们承认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的 紧接着提到说 因为中国器官移植规模的快速发展 而且器官供应量大 手术费相对较低 迅速吸引了韩国 中东 美国 日本 以色列等病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 进行器官移植旅游 这就表明 旅游中介公司就是这些人的代理人在海外 手术费相对较低 是因为太多的供体等的那儿 供医院使用 很多人想借助这个供体来进行赚钱 造成了在中国大陆 医院之间的相互的价格的这种冲击 商业行为 价格呢 出现了波动 彼此争价格 抢货源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场面 紧接着文章里介绍了一个在中国器官移植当中非常关键的人物 就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创办人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副院长沈中阳 那他是94年5月 在东京留学之后进行了首例肝脏移植手术的 他说当时沈教授计划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五个到八个肝脏移植 他自己说的 这是文章里说的 他是94年5月份来的 学完的 然后完成了第一个肝脏移植 在当时他计划三年到五年完成五个到八个肝脏移植 一年只能碰上一个到两个 94年他预计后五年顶多做八个 后五年就到了99年 那他在此之前的做法 没有供体 对不对 到99年迫害法轮功之后 2000年 2001年 有大规模的供体 因为有上亿人成为了 这些法轮功学员成为了江泽民的敌人 阶级敌人 这就完全对应了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常务副主任 朱志军跟记者回忆说 而后来器官移植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期望 吹牛皮 在吹牛皮的时候 在表现自己有本事的时候 在表现自己在这行业多么伟大的时候 就说漏了像 我们看东西就这么看出来了 大家想想 这是个什么社会 他接着讲 98年沈中阳带着十几个人 在天津成立了第一个器官移植学部 从天津医院里分家独立出来 那到了99年 他说99年 肝脏移植仅仅完成了24例 2000年78例 2003年359例 2004年肝脏移植507例 打破了美国匹茨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 保持的世界肝脏移植最多的记录 而当年他同时完成了肾脏移植368例 如果加上这肾脏移植 使得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移植部 成为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2005年06年肝脏移植数更超过了600例 这个内容完全跟法轮功被迫害 被器官移植的和那沈阳老军医提供的数字 完全吻合上 大家 我再跟大家声明 这些东西是在中国器官移植网上 现在就能拿到的资料 所以你说今天你审判薄熙来 你要掩盖这样的罪责 薄熙来被弄出来 是两个人的具体的天意所为 到了今天 你想用强大的政权去掩盖共产党的罪恶 多蠢啊 所以我就说掩盖这些 你不是助纣为虐 你是完全的屠夫一个了 已经不是助纣为虐 说我不知道 不是这问题了 那同样是因为这篇文章呢 触及的内容呢 非常的长 那而且呢 我相信的这批内容呢 这部分内容呢 因为完全是从现在国内网络上拿到 是中共中国的官方网站拿到资料 所以呢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更加的细致一些 从而佐证我们在描述的所有事情呢 都是我们拼出来这个画面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期节目呢 也同样分成上下两集 那上期节目呢 我们先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